世界局势瞬息万变 平衡被打破 格局再重塑 大国针锋相对 纯枪舌战 军备竞赛战火一触即发 唯有静观其变 才能不遇其乱 静爷军机处 张静为您扫清迷雾 解盘市局变化 好了又到了周五的商务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起关注 到在YouTube上正在为您播出的 静爷军机处 我们又存了一个星期的话题 国际国内上的各种热点 今天依旧是和我们的张静老师 一起来共同探讨 首先今天的第一个议题 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在 二十大之后 很多人把关注的重点 完全锁定在自然 就是人事的任命之上了 那么在这其中 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人事任命 额外的引发大家的关注 那么在张静老师 最新的一些文献之中 包括一些文章之中 也是有提到认为变化相当之大 看点很多 今天我们来悉数一下 另外也要看到的是在英国方面 苏纳克现在又成为了 这个英国的首相 短短的时间 但是他能够改写 现在英国的窘境以及历史吗 面对着重重的危机 他能够突破而出吗 包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还会讨论第三个议题 也是最近在国际之上 发酵的蛮多的 就是有关于解放军 重金聘请一些西方的退伍的飞行员 来参与到解放军的 这个执教的问题之上 现在这个雪球仿佛是越滚越大了 看点也是颇多 首先先跟我们的张静老师 打一个招呼 张静老师好 吴老师好 各位纽西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 我们再度穿越赤道 来这边跟各位对话 首先根据吴老师刚刚所讲的 我先跟大家来谈谈 有关二十大之后 余波荡漾 我们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的 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这个基本上是一党领军 跟一党领政 所以他通常就是说 整个的人事的调整 我们讲说 他的所谓的政治的传承 通常分成两个 一个就是人事的安排 另外一个就是 政务的接续 或政务的承转 那我们先讲 这个人事 这个人来办事 所以这个政务 跟这个人 其实两者是相互要搭配的 那这次因为二十大之后 马上召开 第一次 就是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决定了这个相关的人事之后 很多人都说大调也信 而且有很多大家原先预期的 其实都没有真正的 就是说这个真正的 就是这个好像 就是按照这个排斥论被循序渐进 而且有很多很意外的名单出来 其实呢 说是意外呢 其实也没有到那么意外 比如说大家眼光啊 可能最啊 这个所定的就是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可是蔡奇啊 他当初去派啊 这个北京市委的时候 他是所谓的二无 这个市委 为什么讲二无市委呢 他既不是中央委员呢 他也不是政治局委员 但是呢 北京市委就已经够资格 可以计升了政治局 所以在这里头之中 这个事出必有因 他也有前面的先兆 跟前面的人事布局 但是呢 大家没有去想到 就是说他能够进入啊 这个就是成为啊 政治局常委 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 大家有预期到 他会进入啊 这个政治局 所以说有很多这个 就是前面的这个发展的蛛丝马迹 那我们其实啊 仔细去想想看 就是在过去十年来 这个在习近平主政的阶段 有很多重大的人士 也都要打破了很多的常力 这个就是说 我们以前讲说 这个这个叫做官不上啊 这个常委啊 这个不是就是过不上常委 那事实上呢 到了这一次呢 就是习近平主政这十年 他这个查办了 这个周永康 也就是说你即使当任过 这个政治局的常委 你仍然啊 这个可能因为风际 或者说违法的问题啊 被这个追查 那同样的像徐才厚 那个是打 打所谓的打老虎 那另外还有这个是薄熙来 对不对 最以前啊 当初就是说 这个就是像陈再熙啊 这些啊 政治局委员被查的时候 就已经是就是说 好像这个是很大的案子 那现在呢 觉得政治局委员违法乱记 那他也会被查 那这个里头 那我是觉得 这个当然我去个人觉得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啊 也有他相当的焦虑感 因为为什么 因为查这些啊 就是说这个查气啊 这个有关贪腐啊 是不遗余力 但是越查气出来的现象呢 这个也让大家感觉啊 非常非常的啊 这个就是精速害处 因为一查出来是几顿几顿的啊 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现钞 我想啊 这个跟啊 也跟时代的变化也近啊 有关 因为当初啊 人家抓到了这些贪污 苦败的时候 却啊 看不出来有很多啊 这个现金 但是呢 后来因为啊 这个到全国去买房啊 就是说都已经是这个户籍的 这个财产的登记啊 都连线 为什么以前一抓到贪官呢 都有啊 养这个小三小四小五 因为在全国各个不同的一线省市啊 你去买房子 去把这个贪污的钱存下来的时候呢 你都要去养个啊 这个女人包个小三小四 最安全的方法 对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连线 所以呢 现在啊 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说 利用买房子去啊 把自己的贪的钱啊 给藏起来 嗯 所以以前一抓到贪官 都有一大堆啊 好几套房 现在来抓了都家里啊 都是几顿的这个就是说现金外币来 他为什么不敢存呢 这个我是觉得大陆整个啊 就是基础建设 以及整个啊 所谓的电子支付 让所有的钱 你这个流通来来往往 都跑不掉 所以到了最后汇款 只能以现金的方式存在家里 所以甚至还有抓出来汇款 那个啊 汇款的钱都发没了 因为家里啊水气重 湿气重啊都发没了 所以贪腐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那事实上在他的任内 像这个就是原来政治的航金 很看好的李源潮 他说下去也就下去了 所以在这里头之中 这个甚至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重庆的市委书据 也被查办 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大号的人物 原来都是被培养接班低队 一个一个一个落马 但这个事情啊 其实就是说好的这个诠释方式 是说这个中共共产党 很认真的在查起啊 这些贪腐的现象 但是呢坏的方面就是位居高官 他已经啊这个就是说 有这么有权有势 生活的待遇也不应该差 那怎么这个怎么可能会造成 就是说这个这样贪腐的情势还在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这个 就是说我相信就习近平而言 他知道今天要共同富裕 能够要让大家百姓服气 这个贪腐的问题 他必然封禁问题啊 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非常重视有关纪委 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去看 在我们上次有这个调调过 这个中央军委啊 其实在江泽民的时代啊 他有所谓的定制 也就是说中央军委的委员 基本上就是8元 他暗序下来就是国防部长 总参总政总后总装 海军空军二炮 那这个样子呢 一直到达19届的时候 19是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选出来的时候呢 就改变了 那就是只有两个 四个军委的委员 他分别代表了什么呢 国防部长 因为他要跟国务院政务体系 相互联动 所以排名第一是这样 第二是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 这个是属于军令作战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总政的主任 第四个就是这个叫做军委 这个就是纪委的书记 所以基本上是按照这四个 那这一次呢新的名单也还是这四个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要了解 就是说当然有国家军委跟中央军委 这个是有可能就是很快的 去看能不能把它逃成了这个同步 还是或者到明年2月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全国人大 有很多的高层的人士 在政府体系 因为你现在出来只有党的体系 在政府的体系的时候 你还要去做相关配套的人士调整 这样才能让党政的人士是同步的 也就是说在党里有一定的地位 然后在政府也在担任了相关的 就是说这个首长要职 那这个党政同步 基本上按照人士的权责 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头的 第62条是人大 全国人大的职权 他有相关的人士的权责 那同样的也有啊 就是说这个67条 有人大常委会的权责 那在这个会开完之后 我基本上是认为 马上13届啊 他的这个就是全国人大的 这个代表的任期 是到2013年啊 2023年的3月就要停 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 这个新一届的全国人大的这个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啊 这个要在开会前两个月 换言之就是1月 过年前就要选出来 所以我们明显知道 人大常委会每个月要聚集一次 所以10月底会开一次 11月会开一次 12月会开一次 这时候最大的任务 就是在选第14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因为3月就要上阵 1月就要选完嘛 对不对 没错 但是呢 这个就目前我们获得的资讯 他一落幕 23号落幕的时候 人大常委会就在26号到30号 这5天 连5天开会 这5天的议程 就目前所公布 就是调整相关的人事任用 所以有部分的人事会在这边就是通过 那后来这个后续的 就是说比较重要的调整啊 就是就看 就是说是不是在人大 真正召开两会的时间把它完成 因为有些职缺像国家主席 国家副主席 这个国家中央军委的主席 或者国务院总理 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都要就是经由 这个真正的两会中的 这个全国人大的大会来要调 那是根据啊 就是宪法的第62条 那假如呢 根据啊 这67条人大常委呢 可以根据啊 就是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 去啊 调整任免啊 这个其他的这个成员 罢免或者派任 那这个是根据啊 就是说这个 全国人大这个组织法的 第31条还是32条 这个对不起 我也不在这边就是背这个条文了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也可以依据啊 就是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去调整国务院副总理一下 相关跟部长的人事 所以呢 现在有两种啊 可能 一种就是说 现在透过李克强的提名 开始就开始慢慢慢慢路路去调 这些高层的位置 一个来就是当然习近平这边调 因为他只有三个人要变 就是许希亮 这个李作成跟魏凤和 这三个人离开 对不对 何卫东 何卫东 刘正丽跟那个 叫做 李尚福三个人要顶上来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 军委的调整比较简单 但是问题是有没有必要这么急 我是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观察 就是这次的常委会 26号到30号的常委会 完了之后 他会说这个 他不是不能调 但是有没有必要这样调 我为什么呢 我要这样讲 就是每年的 就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就是年末的时候 会议召开一连串的 就是中央什么什么会议 中央什么什么会议 那就是这个当然 刚刚啊最重要的一个会议 因为这里头有很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中央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财税工作会议 中央这个法政工作会议 中央对台工作会议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那非常多 那也就是每个体系啊 都要想办法去交接 因为你新的人嘛 对不对 你现在党内人士很敏党 那你现在就要找个时机 让他去接任 就是说政府那边 相关的职权嘛 对不对 那现在在这个状况之下 怎么样呢 我认为最好的时机 其实就是保持原来的人士不动 然后新的人士呢 去借由参与啊 这种整个年底啊 年度的工作啊 检导会 然后在那个地方 因为为什么 那个是就等于说 我们今天再一个清一个总账 哪些事办完了 哪些事还要办 未来还要办哪些事 这个两个政务的 这个传承在这种的平台上 其实是最好的 那我认为这里头最重要的 第一个啊 就是说最单纲最重要 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来讲的话 它是就是中共中央跟国务院两个联手召开 而且召开了很多年 而且一直是就是说 在检讨前一年的经济的情势 预估未来的经济情势 并且做出相关的部署 而且会修正很多很多相关的就是说 这个原来的这个经济的政策 或者某些资源的配置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非常重要 它有一个指导信用文件 通常就是十四五计划 就是牵涉到这个经济规划 跟社会发展的这个前面的指导计划 它会跟着这个 但是每年的经济工作检导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会做出适当调整 经济呢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所谓资源的分配 哪些钱不够就多投一点 哪些钱太多就收回一点 就是就在这 因为总共你就是一个大掌柜 这掌柜都有他要做的 哪些地方他希望多做一点 哪些地方他觉得可以少做一点 因为钱就这么多 也就是挪来挪去 一来一去 那所有这个时候 未来要接班人 然后前面要这个交班的人 都是利用这种工作平台 那就我们今天在台湾而言的话 我们当然很关切 因为刘捷一 他没有许任中央委员 这个人事的更替 也就是这个中央台办的主任 跟国台办的主任 他是一个人兼两个这个词 那他有这两个鞋 那他没有留下这个就是中央委员 那我们比较关切的就是说他会换谁 到目前还没有明朗化 可是在这里头之中就牵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年啊 王毅是就是说从统战的体系啊 从王兆国交给王毅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只需思考一件事 在王兆国之前 所有的是来自统战体系的人 从王毅开始 后来张志军在刘捷一 是转到外交体系而言 那换言之其实张志军在那个时代是两岸关系啊 建设性往来 而且啊签了22个协议 等于说最正面发展的时期 所以在那个时期找外交的体系来见面啊 担刚 那个大家觉得是处理两岸关系 所以你去看两岸之间的很多的协议 那基本上就是跟外交条约是一样 但是只是不是叫上外交条约的名字而已 但是那个规格以及他的神秘的程度 我认为这个跟外交系统的人呢 来这边担刚那个思维的方向 是有绝对绝对的影响力 所以在台湾的立场而言 去观察这个我们就是要看 未来究竟是不是有 仍然有外交体系人啊 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出来担任了国台办主任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只剩三个人名字最可能 一个是王毅 那个是绝对不可能 因为王毅要去接 有关外事跟国安委员会的办公室的主任 就是要抵掉杨洁篪 那现在只剩两个人 一个叫刘建超 一个叫秦刚 假如秦刚现在是驻 这个就是说驻美大使 假如秦刚回来了 然后来当国台办主任 哇这个就好玩了 假如是刘建超 刘建超现在是中共中央 是党的那个体系的 就是中联部 对不对 对 那也要有人去干外长啊 所以刘建超回来干外长的可能性也很高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形 秦刚会不会这么早就回来干外长呢 看来好像几率也不高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是说我们啊 就是说这个这个在台湾大体上啊 就是说认为这个外交体系啊 这个继续的蓄认是一个因素 但是呢假如不是外交体系是不是呢 这个就是说要就交回到统战体系 那这个就是这个就会产生很多联想 那在台办里头任职到目前为止呢 有一个安徽审委主义啊政杂节 所以政杂节会不会来这个接任 我认为这一切因为去年呢 中央对台啊工作会议是1月24号开的 所以我认为在明年年初 必然啊就会开这个就是这个会议 那个时候相关的人士 你只要看谁坐在台上 然后慢慢慢慢大概就 谁去参加就可以要福建出来 那可不可能说是让大家跌破 再度跌破演技 说是秦刚会来干 我想几率啊 这个不是完全为零了 但是确实不高 那刘建超来干呢 好像也不太可能 对不对 假如说政杂节呢 这个已经当过这个安徽审委书记 再这样来转 好像也有这个就是说 这个也也有些这个就是说往下降 因为他毕竟虽然这个中央台办 国台办是属于部级了 可是这样子的转任到底就是说 是不是适当 我认为大家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去找到答案 所以大家对于就说现在根本就还没有看出来人事的布局是如何 我们只知道基本上就说台湾的主任必然是中央委员 所以你现在就要从这200多个委员之中想办法去找到谁跟这些相关的业务有关系 可是大的趋务大的趋务我们必须要了解 就是现在这个对台的这些就是处理对台的关系 跟处理相关的外交关系是完全没办法脱钩的 所以现在已经是台湾对台的问题基本上来讲是这个北京对华盛队应对关系中间的一环 而且这一环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至少啊我应该这样讲就至少来台湾主任之中啊 你不可能完全找一个对于外交事务是外行的 没错是 而且呢现在涉台的人之中有很多其实是做对美关系的出身 我以前去啊大陆啊去这个就是交流啊 我经常会碰到有一些啊这个所谓做台湾的人啊 这个思想相对啊比较这个没有像那么开 就是说就是说他的那个怎么讲 设言跟格局并那么大 对尤其做台这个湾的我们经常会到那边 然后我再讲什么什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那我经常会碰到一些250他会起来讲说 扎老师讲的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啊 这个叫做这个反分裂法 必要是动物什么什么怎么样 我每次都讲说你做了半天啊 台湾搞了两岸和平啊 这样想办法应对从79年啊 政策调整到现在 你这个自己搞台湾的 就对着我这样喊啊 动不动喊打喊杀 我认为啊你啊 还不如去加入解放军好了 对不对 我说对不对 你就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这个整个大体的方向 你跟我在里面讲啊 反分裂法这个如何 对不对 我就在那里讲说你完全搞不清楚 而且我甚至一问啊 你这个反分裂法 一问怎么讲啊啊啊啊啊啊 讲不出来 我说万一今天碰到一个外国学者的时候 我就讲中文啊 你知道会有人帮我翻译 那我就讲说那你能不能阅读 人家对于这个就是说 相关啊就是对台湾的事务的这个 就是说原文资料呢 后来就搞得不欢而散 一离开之后人就拉着我 张老师我们在大陆学在文史法证 你要搞欧洲 你必须会法语德语英语 你要去搞东北亚关系 日语韩语跟俄语是必要的 你要搞中亚俄语 还有相关的重要的语言 你也是要会 会搞南亚的话 你要为乌独而语 因为是要巴铁兄弟用的语言 对不对 你东南亚 你至少一会要会 就是所谓的 这个叫做菲律宾的Dagalo 或者说是泰文 或者甚至就是马来文 对不对 他说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 因为马来文 这个印尼跟那个什么 就是马来西亚都用 虽然有一点点差别 那他说我们今天就是说 要甚至搞非洲事务的 你都要会英文跟法文 对不对 还有甚至搞这个对普的关系 还会葡萄牙 他说我们那些啊念这个就是大学啊 这个外文啊 第二外国语啊 这个外文没学好就搞排言 嗯 你知道就搞台办 我说你们要搞台办呢 也应该啊落实到会讲米南语啊 对不对 会讲客家话 因为对于台湾 所以你今天要做什么东西 你就要去了解人家的语会嘛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就想说现在的说整体的就是说这些 这个大家只看到党的人士 但是在台湾研究大陆的人呢 却没有重视到后续啊 要用这个人大这个常委或者人大这个机制去把它铺成 那我现在可以啊 这个先做预言 我认为为了党政之间的相互的配合 我可以预估在明年 因为明年是一月 这2023年是一月底过年 嗯 所以明年的一月初过年前或者二月初会召开啊 中国共产党啊 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二次的全景会议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以前的政治发展轨迹 他必须要向人大的主席团去提出一份建议的名单 就是国家相关机构的领导人人员的人事建议名单 同时也要向啊政协的主席团去提到有关政协啊 就是相关的重要的高层人士啊啊的建议的名单 所以啊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有它的轨迹可循 可是呢我们啊确实有很多人喜欢啊 去打听这些小道交集 谁跟谁什么关系 谁跟谁同时认知 谁跟谁是同志 就哪个班子这样画圈 但是问题是 就是说我们当然基本上来讲 我们讲说大官啊打麻将 都只喜欢胡青衣色 他不喜欢有几个杂色牌卡在这个中间 这是人性嘛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今天要了解就是说 即使是这样子的话 政治啊能够按照他政治的程序来走 对于啊整个政治的运作有它的约制作用 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还要叫这个张法而行嘛 人家就讲王八拉成规规规取取嘛 你要按照那个程序提名然后哪个通过来做 所以我现在就讲说整个就是台湾啊对于啊中国大陆的盛举观察都其中在20大 但他没有想到事实上你要完成整个党政同步 要仰赖十四大的两会 那十四大的两会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人大的基本上是橡皮独章 对不对 那你要这样形容的话 那你认为中国大陆所有政治机会都可把它全是在橡皮独章 对不对 因为他有他一定的这个机制 那这样子的机制之下他也要必须经过一个就是这叫做20届啊 这中央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一个建议名单 然后才能够变成完成这个所谓一当领政的这个这个程序的这样发展 这就是我就讲说我们今天必须依据啊这个中国大陆的所有的规范 然后去啊就是说了解人家整个政治的运作 所以像今天这个这个台湾的报纸啊就出来 说啊这次啊这个就是这个人大常委会啊第十三届啊 这个第十七次啊这个人大常委会啊召开26号到30号要召开 那根据啊这个全国人大的组织法的规定 他可以调整国务院的人士 他可以调整啊就是就是这个叫中央国家中央军委的人士 那我就觉得这个啊因为是去年的人大的这个大会 2021年的人去年2021年的三月 人大的时候啊那边去啊就是说整个去这个叫做 呃去调整 那整个去调整啊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人大的这个全国人大的组织法 那我们今天要了解今天全国人大的组织法 他必然要比他更高阶的授权 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今天去研究啊中国大陆的整个政治体制啊 是见皮啊不见肉啊见树不见梨 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做这种人事调整 他要靠的是宪法层级的授权 所以没有人啊去提到他其实是依据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啊第67条的授权的规定 这就是啊只看到啊就为什么呢 因为啊从八二宪章之后这些整个的发展的脉络 对不对 这些整个政治的规则以及啊这些啊游戏的规则 他们啊都必须要了解究竟要到什么层级的授权 什么可能是人大的组织法授权他就可以调这个人事 必然是宪法层级的授权嘛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啊所谓结构化的发展 再讲一个啊就是我们对于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整个人事的判断 就是讲到军委的人事 这个很多人非常的关注 这个军委的人事啊更是啊有很多啊就是狗先门连者 就凭了一张嘴胡说八道 一个呢就讲说今年啊就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过嘛 就是何卫东这样升上去 他是东部战区他今天对于啊那个Nancy Pelosi啊在八月出来 那整个主导啊必然是他来主导 那有很多人说认为这就是战功 所以他就这个突击这样突就这样升上去 事实上这些人事的安排考量年龄党名等等很多 何卫通当然是原来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后部委员 然后就这样呼就这样上去立刻就啊进升政治局 对不对 那个确实是很快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完全没有先例 因为啊在习近平的任内已经选这个就是说拔捉过好几个上将 连啊初期啊党代表大会的党代表都没有干过 而且呢甚至啊就是说初期啊也不是中央委员 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更不是啊这个 就是说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仍然被拔捉成上将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所谓党跟军啊高阶人士的同步现象 在啊开完这个每一次五年啊一次了这个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是勉强还可以就是说维持好几年 但是到了后期这种党政不同步的现象是很自然发展 因为你五年之中人事的变化确实是很多 那中央委员的改选你只能说按照他的这个章程的规定 你只能说候补也按照得票多寡然后继续来补 所以呢今天呢还有一种啊这个诠释 说这个上一届啊这个就是解放军啊这个军系的只有41位 现在这次有44位所以解放军在这个势力在扩张跟扩权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上一次是解放军的代表团 这一次是解放军跟武警的代表团 所以武警的名额你知道以往的话大家你只算解放军 但是他忘了今年还要增加武警的一个部分的数额 对这次召开的话是把30个选举区改成28个选举区 把国家机关跟啊这个中央机关也就是党的机关 跟国家机关合并了对不对 那也把解放军跟啊就是这个叫做这个武警的给合并了 所以说他的数目自然是增加 你说他有多分到一块比吗 其实没有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基本上来看到就是这个五个大军种 也就是包含了火箭军跟战略支援部队 还有陆海湖三军他的政委跟啊 司令员跟政委都有在入列 那同样的呢五大军区的这个指挥 这个就司令员跟啊就是这个政委也都有入列 那几个重要的中央的机关啊 几个重要的中央机关的就是15个 这个工作的部门 中央军委下的15个工作部门 有好几个也入列了 那另外还象征性啊就是拔着了几个中将 那几个中将就是几个重要战区的 无论是政委也好 无论是就是说 相关的这个副政委也好 这些他们都有 那我想啊 基本上这些人事的安排 每个人都把那很多人把它解释成对台用兵 或者是如何如何 那假如照这样来讲 这个叫做呃 南部战区的海军的这个就是政委 你知道杨之亮他还打过赤瓜椒海战 还把一只手啊打成啊重伤 然后还后来啊再重建 然后呢这个复建才这个 但是他也当过啊 就是说在印度洋啊 打海盗的指挥官 也担任过这个政委的系统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没有了解 就是说中国大陆啊 军职跟政委之间可以相互来回 这样认识交流的 同样政委也可以跨军种 你去查苗华苗华也有跨过其他的军种 那同样的甚至还有海军啊 在船上的军医啊 到了最后这个甚至去当了这个 就是说空军的政委 也有空军的飞行员 到了最后当过海军的政委 所以啊军种之间交叉认识 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发现 那里头之中的名单有很多是武警 跟陆军之间交互的认识 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高层就是海警 跟呢就是武警之间的 就是海警啊 跟了海军之间的交叉认识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就是说海警因为基本上来讲 他是假如按照船啊来说 他是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coast guard 那在这个样子的话 他总共的编制员额有16000多人 算是相当大的一个就是部队 那在这个状况只是说 就整个武警而言 这个海警啊是相对的少数 所以将来有没有可能从海警出身 而且他相对的编制的阶级较低 将来海警的人有没有办法到海军历练 海军的人有没有到海警历练 这也是我们一个去观察的面向 但是我还是要讲 你不能根据啊 就是说譬如说像他们又讲说 张又侠当初对越南这个参加过老三战役 所以什么什么要不要留下来 显然就是要动武 我是觉得我们对于啊 这整个啊就是结构性啊 就中央军委的这些人士的结构性啊 第一他要配合线细的编制 没有搞清楚 第二以往的经历像张又侠 你知道他在啊打老三战役的时候 他不是那个高阶的那个就是此为官啊 他是那么低阶的排连级的这个人 对不对 那这个当时的经验跟现在 假如要到那个层级 有没有任何具体的帮助 当然是没有 对不对 假如按照这个全是何卫通 对不对 何卫通对着这个台湾实施啊 就是这种压迫性的 这个恫恶性的军演 那他这样子要上去 用于我们实际的帮助 当然也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中央军委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是在朝你一个战略指导 对于要用兵的方针 最后决定核战的是谁呢 你知道在国家的体制里头 你知道是这个人大 对不对 人大决定核战 因为权力在那个地方 宣战啊核战啊在那边 但是呢 真正政治的决策呢 还是在政治局 所以说不是中央军委 在那边想打仗就打仗 那要不然这样子的话 不就是乱了吗 对不对 那就不是挡指挥枪了 那就是枪就根本就 他自己就做主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美国啊去啊 就是说不是美国 就欧美啊 这西方国家去解释 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 动不动喜欢讲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啊 是Chairman of everything 但是你要了解这件事 就是说当像当初这个军改的时候 对不对 军改的小组的小组长 是啊习近平 做完之后 他要主持中央军委 然后再把那个军改的那个案子 到中央军委啊再去啊讨论 中央军委讨论定了之后 还要到政治局再去啊讨论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样一路这样上来 大家不要去认为啊 中央军委啊 他这个对于某些啊军事的直接指挥是真的 但主要对于核战的方针跟啊 整个整体的国家战略的指导 那个啊不是啊 中央军委可以啊独断专行的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对于啊这些人事的解释 就对于一个人两个人 然后就讲哦就看来就要对啊 台湾那样用逼 那其他的方面难道不重要吗 西部战区对印度那边就难道不重要啊 所以我们今天啊没有说是我们要讲过 就很多人都认为说好像一定要到这个 三个百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 2021已经过了 对不对 2027然后又是2049 对不对 后来呢这个出来这个五年 就是这个经济建设跟啊 这个社会发展之中 定了一个2035的愿景 现在又流行啊 把它放2035的作为一个界限 所以我就觉得啊 就是说 人家经常就是讲说 这个美国很多的智库啊 全部都集中在美国华盛顿啊 那个街叫K Street ABCB那个K JFK的K 这个JQK的K 这个K Street 然后就讲有很多人把K Street啊 这些智库学者 还有这个游说啊 游说公司啊 Lobby's的 政治游说公司的人啊 他的观念跟观感啊 诠释成美国的政策 所以啊 我们今天就讲说在解释啊 这美国的政策 人家讲说 经常有所谓K Street传奇啊 就是你明明就是这些啊 都是一些啊 就是学者专家 这个可能啊 都是这些清谈啊 高论 然后你都把它当成美国的 就是说政策 我认为这些啊 就是 这整体讲来的话 这些思维的框架 真的是不足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我觉得大家不要真正啊 都是认为 说哪一个人上来就特别啊 影射了某些啊 政策 因为中央军委 他要处理的很多的事情 他不是说今天特别挑了哪一个人 那其他人都是没有用的 就他一手包办 那他为什么还变成一个会呢 我认为我想 基本上对于二十大之后的 余波荡漾 我就在这边 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不知道吴老师 还有什么要问的 是 没有 其实关于二十大的话 我觉得我们都是在一个观察的眼光 包括最近听到很多的 大家的一些观察点 比方说啊 原来在很多的人事安排之上 文职和武职 可能会骑虎相当 但是现在会看到 更多有军事背景的人啊 然后出现在名单之中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 根据张静老师您所说的 我们要去先明白整个的规则 具体的一些人事的任命 其实我觉得还是以官方的那一个结果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参考 是吧 对的 因为啊 他整个在中国共产党的 就是说整个选举的过程之中啊 让我再介绍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开会之中啊 这个他这个有两天的议程啊 是主席团要去审核各个选区出来的推选名单 换言之也就是说你今天每个选区啊 要选多少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 那是一个差额 也就是说你可能啊这个预备选10个啊 但是你可能提15个啊 然后把这个名单提出来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没有说哪一个地方这个可以占到别人的名额 所以从这个里头 因为你想想看 他有很多不同的省区 你可不可能说通过哪个选区 说啊 这宁夏没有选出人来 或江西没有选出来 或江苏没有选出来 这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他根据各选区大家分配名额啊 然后有一个差额出来 然后出来选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央委员的选举出来的名单 那个是保证那个选上的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 他是按照啊 他的姓名的笔画顺序啊 把名字列出来 但是中央候补委员呢 是根据啊得票的多广 因为未来要补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按照得票的多广来排列的 所以你想啊 光从这两个排列的原因啊 你就要回头去查 他这个主席团啊 究竟是怎么样去审核这个名单 所以呢 也就是说 真正在投票23号投票之前的22号 其实这个大家 这个所有人拿到选票的人啊 所有人呢 主席团案选何玩 所有在主席团的人都知道 李克强要下了 这个汪洋要走了 这个韩正要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个都非常的明朗 所以在这个情形谁上谁下 那个名单啊 基本上来讲 在23号真正投中央委员之前 就已经啊 这个就是底定了 对不对 那也就是根据各个代表团里头之中 所去啊 这个就是所占的名额 那今天啊 我们直接去想 大家多半都是看最后的结果 但是就没有人静下心来 一点一点啊 把整个选举的过程 究竟是怎么投票 如何啊 去审核候选名单啊 去把它搞清楚 对 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啊 这个我不是我讲 这是啊 一朝半世啊 这个狗仙门连子啊 这样子啊 去啊 评论啊 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 嗯 是 是一种误读啊 其实现在大家都特别容易 会被舆论去带着 整个的一个节奏 好的 我们呃 用一段时间说完了 跟二十大有关的消息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继续去看 官方的消息的一些出炉 那么现在想谈一谈英国方面啊 英国我觉得 真的是接连的不顺 而且我们看到了 在一个短命的首相 特拉斯挥别之后啊 这个苏纳克成为了英国 可以说最年轻的首相 并且也是第一位啊 这个亚裔血统的这个首相 但是就我们所观察得到的 苏纳克的前途 几乎是经济漫步啊 包括现在在英国 整体来说 经济非常的糟糕 然后国内的环境 其实民生也是怨声载道的状态 再有包括对于他整个这个人 他自己文化背景的认知 在英国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尊重 再以及到底能不能对于经济的问题力挽狂澜 他自己在之前和特拉斯的竞选之中 对于中国的接连的拔高了气势 所谓的这个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的一些关系的一些走向 您认为苏纳克可以走得更远吗 我想应该这样子 第一个我要先要这个就是说提一个话 就是说第一个苏纳克 这个其实他有一个中文的艺名叫新伟成 对 我看很多台湾的媒体是这样称呼的 不是台湾的媒体叫苏纳克 会认认真真的去把它列 就是说像那个谁呀 这个特拉斯的也有一个中文名称 对不对 叫做什么什么诗会还怎么样 对不对 对 卓斯会 卓斯会 这个做法 这个的翻译方法呢 我觉得这个是香港 每次都是香港把它做出来 我认为香港那个做法是蛮好的 因为这个就是说很多的名称 我们把它变成中文式的名字的时候 会比较能够记得住 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苏纳克 因为光那个苏纳克那个克 我已经看到四种不同的克 你问为什么 对 因为这个不同的华人圈之中都有 但是我蛮欣赏香港的媒体 跟香港的官方用了特别把它翻成新伟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这个我是题外话了 那我对于他的未来的前途 这个就是政治的前景 我认为他一上来的时候就已经讲了 他不会立刻公布预算案 因为这里头之中他有这个相当的对于犹豫 认为当初特拉斯 这个卓卓斯他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等于说这个轻举妄动啊 太过躁进然后把这个就是叫做这个他的所谓那个比较不成熟 而且争议很多的预算案出来 将大家的信息打击的很严重 这是第一个 我认为他是相当的审慎 他也知道假如这一招啊出出去 这个出的不好 他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我必要提起啊 当初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他在啊议员之中 也就政治精英的选举之中啊 你知道苏纳克的是赢家 但是呢党员的普选之中 他输给了特拉斯 那也就是说 政治的精英对于他的能力 基本上是啊有竞争接触 而且他也有本身啊 这个学养跟精力 所以啊比较理性的看待 可以啊就是说这个认知到 可是呢 他比较于特拉斯而言 在普选之中 他要面对啊 英国社会啊 对于种族的某些的提示跟观感 就再不行他要选个白脸儿出来 他就不要选个啊 你要有色人种 所以他才在那边落败 因为在保守党里面 其实90%应该都是白人啊 就我记得有一个数字是这样子的 不是保守党里头 这个里头是整个白人的话 是整个英国之中啊 整个英国之中 这个就是白人啊 也占了绝对多数的多数 即使在很多不同的族裔 在你的英国的媒体界 或者社会之中都是人才背书 因为他都要有相当的程度 在这移民过去 可能最没有精挑细选的 这个移民就是这个香港的黑豹 那就什么人都收了 你知道 这个在这个状况之下 就是说像这个就是 但是呢基本上来讲 有很多族裔啊 在英国的政治的参与度并不高 像华人 华人大概有100多万 大概占就是说里头的接近到2% 但华人参政啊 一直是一个不是很热衷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巴 就是说同样是南亚 巴基斯坦裔的参与政治的 比印度裔更热心 就说更热衷 所以说同样是南亚 我们很难去分辨 谁是这个就是这个Bangladesh 对不对 谁是Mardif 谁是这个Pakistani 谁是一个这个叫做Indian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有这个就是说差别的 你知道那不同的族裔 因为他所从事的行业 跟他所从事的环境 他也会有产生的很大的差别 但是呢就是说 基本上南亚的族群之中相互竞争 在英国里头是相当相当的就是激烈 那在英国之中 我们今天讲说这个 他跟美国的同样都讲英文 但是语汇的意义很不一样 在英国讲 Asia 是指你是从南亚来的 你知道 像我们这个样的人呢 叫East Asian 所以你想说你是Asian 他的意思以为认为你是从南亚次大陆来的 或者孟加拉 或者说是这个叫做印度 或者马尔蒂夫 西兰 这个斯里兰卡 或者说是这个叫做巴基斯坦来的 所以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在美国卡卡西兰是白人 在英国就叫白人 在美国的西兰是西医美人 但是在英国他都是白人 英国你刚才讲卡卡西兰 他认为你是从什么阿斯巴尔加 卡卡斯那个地方来的人 所以说我们同样的语汇 我们现在观察英国的政治的时候 他的英文的语汇是不太一样 但是像澳纽地区对于这些之间 就是说其实都是大英国协的这个余序 但是这里头之中用词潜质之中 比较接近英国跟美国的那个用法 像澳洲你知道 像Asian那就是指南亚的 东亚的它是另外的名字 这个都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那我不知道纽西兰是怎么样 我倒是没有去问过纽西兰 Asian来说就是亚洲亚裔对 对亚裔对不对 可是你在英国你要讲Asian的话 人家认为所以有这个不一样 OK 对对对那个是真的是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政治精英可以肯定他的能力 这么有话讲 但是这个SUNAC呢 他现在所面对的挑战 其实是很严重的 因为英国的经济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没错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Johnson他是因为个人的丑闻 对不对 但是Johnson他能够维持政局 让保守长大胜是很顺利的脱欧 但是问题就是出现在脱欧 因为从脱欧之后 这些慢慢慢慢这些累积的 我们今天讲说病灶好了 这时候都会发出来了 所以我们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 渐进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现在差不多已经到达降浮点 要真正开始爆出大问题了 因为刚开始脱欧的时候 有一点震动期 可是负面因素的累积是不断的累积 包含英国最强的金融业 还有等于说欧洲对外的窗口 因为世界上普遍使用英文的话 对不对 这个法国人经常不服气 但是很多时候 很多人在进入欧洲的时候 都将英国当跳板 所以很多的企业的营运中心 欧洲营运中心 原来是设在英国 设在伦敦 到了后头 他没办法无以为继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说能够跟 英国唯一一个地方能够跟欧盟接轨的是北爱尔兰 所以北爱尔兰现在的经济 一来却是这个是畸形的热起来 那有很多的营运总部都把它慢慢慢慢 陆续搬到这个荷兰啊 法国或者德国去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解决到 假如你今天不跟这个 就是说这边要去接轨 英国的经济只会更糟 所以英国现在已经有重新加入欧盟的声浪 慢慢慢慢的起来 换言之也就是真正感到了痛点 但是保守党当初是 极力在推动脱欧派的人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有没有那个勇气说 承认这个错误然后来翻转 我认为很难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苏纳克我认为他的经济的政策 无论如何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他只能去疏解症状 但是他却可能没有办法除掉病灶 因为英国他就说必须要有领先的地位 然后他才能够就说继续要掌握这个 他现在连金融业 因为金融跟那个就是说经贸两者是平行的 他之所以原来金融那边仍然可以 就是说维持相当强势的运作 是因为很多人把企业总部放在这里 这里头很多配合资金的流动的 就是资本市场的集资 但是将你人家不把你当做总部 欧洲认为你不是进入欧洲的窗口之后 他受到那个创伤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英国是没有办法去掩饰 他脱禾所下来的后遗症 所以英国的病灶在哪是脱禾之后 他相关的配套的措施 其实并没有达到 那同样的英国也试图去 很快跟很多的国家去签售 所谓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 希望透过自由贸易的协定 可是你知道原水救不了近火 像他去这个跟那个叫做澳洲签 那个整个对经济的贡献 大概只有0.08 但是他对于这个就是这个欧洲啊 损失可能到5%到6% 对于整个GDP啊 这往下的顿坐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就是说未来他何去何从 其实我们也啊 这个就是说得到从工业得到教训 就是台湾面对大陆 你也不可能去脱钩 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即使绿营执政 就变成了这个两岸贸易啊 数字越来越越这个就是说 这个越来越高 特别是像桃园那个选举啊 那个郑运棚你知道 嘴巴上喊的抗中保台 然后私下来跑去跟解放军啊 那个地方啊去啊 想办法相关的企业去做生意 你知道这个嘴巴呢很漂亮啊 身体啊很诚实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啊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运作的结构啊 上面已经跟大陆产生的 你想想看有接近50%的出口是对的大陆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大家能思维说 大陆有天要封锁我们 大陆有什么好封锁 他停止跟你做生意 他就已经把你封锁掉一半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有啊 我们这个就是说这样联系 因为我们今天讲经济就是要流通 经济假如没有流通 那就很难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像这个英国现在也巴巴看到那个就是 欧盟的体系里的所五大流通 就是人员商品这个人员商品这个叫做服务资本 还有这个资讯 这五大的流通啊毫无阻碍 而且呢也有共同的标准 因为这个讲的实在话 你的共同标准的话 多的话 然后你参与的人多 你的话语权就强嘛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英国继续维持他所谓这个脱欧的独特地位 假如他不做调整 未来的前途真正是可虑 所以这个苏纳克啊 就是说能够走多远 其实不是苏纳克本身的原因 是保守党的问题 保守党能走多远 也不是保守 是整个国家的当时啊 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脱欧的这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能够找到补救 因为我们之前讲嘛 你失之伤于 这失之东你要能够收之伤于 对不对 他原来的期待显然现在是落空了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如何他能够跟呢就是欧洲再连接 因为他跟欧洲连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 当时他那么就是说 而且欧盟啊也被他 也被他弄得非常火 所以当时他脱欧 欧洲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定要让你痛到啊 最后啊跪着爬着啊回来求 所以你想啦 他这时候要再去加入欧盟啊 你知道就算想加入欧盟 他要答应啊 承诺的代价可能会更高 嗯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是觉得 我们今天看到英国的政坛翻腾 这个会不会 这个最后这也是个短命内阁 我们不敢讲 但是我认为以就他而言 我不觉得他那个像法师 就是说他能不能够完全的回天 我认为这个看来也不太乐观 嗯 所以您觉得欧洲 所以您觉得英国只有一条路 就是继续的和欧洲恢复连接 倒不是说一定适合在欧盟之前这么紧密 但是起码要有这个风向才能够就现在的英国吗 对我认为这个很多东西需要是做结构性的调整 所以在这边我看我们今天啊 这个最后也剩五分钟 那个我们第三个课题还是值得给大家谈一谈 说一下的 我认为就是这个从英国当初18号的这个就是说 英国的媒体是从英国国防部所发的一个 所谓intelligence alert出来 然后讲说他们有英国的飞行员受聘是如何如何 然后他们说要采取相关的法律的行动 对然后英国的这个媒体啊这个就是报导 但是英国媒体报导之后很快法国的媒体 Fegarro就立刻跟进也说法国好像有了如何如何 然后结果呢现在又爆出来说美国啊 以前陆战队的飞行员移民到澳洲现在被捕 然后可能啊要引渡 我其实啊做了很多的分析 我都说这个事情啊实在是觉得突然全部这时候爆出 我觉得是有人在后面啊 做一些某些的所谓的认知作战的布局 因为这个这里头之中假如真的去那边做什么 不法的勾当这个澳洲啊 那个美国去规划到澳洲那个飞行员 他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 他为什么那么高调的在青岛那边 还有登广告还有开网站还会办企业 你假如真正去是偷偷摸摸去干这个事 你会那么高调吗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这些附会 第二他有很多我要强调 他所用的这个相互搭配的这个飞机的总类 这个机种并不一致 所以人家看重的不是他飞行的技巧 因为他飞的飞机啊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个飞的飞机啊 这个不是光飞机之间在作战 而是他上面所用的武器在那边作战 那你只找了战机的飞行员 那是单一的战机 但是现在的空战不是一对一打雷台 他又有空中的预行管制机的导引 又有地面站台的协助 还有电站机的掩护 所以那个是一个组合的作业 所以你今天可不可能就跟了一个人呢 上去啊打武士啊打雷台 还是一个群体的就是说各个不同机种 相互搭配的发挥整合战力 其实大家稍微用脑袋就可以想出来 所以他现在去招这些机师 我认为他的这个目的啊 讲说是训练啊 基本上是西方啊 媒体在编造这些 或者说去指导啊 这个去做 同时有不同的管道这样放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又好像大家相互呼应 你就觉得这个是很怪异的 而且那个被捕的人好几年前 假如今天啊 他出的那个啊 这个薪资啊 是那么引诱人那么高 我认为他们会在业界啊 或者圈内啊 很快就会传出来 那假如这个样子 他们还特别要在媒体报道讲说 现在相关的工作都已经结束 都已经回来了 然后你想想看 假如说薪水这么好 是不是早就在业界传开了 哪有可能说 三年前到现在大家都不吭声 然后也不讲话 有这种好事 对不对 是不是想闷声发大财呢 自己不要透露这样的消息 我认为闷声发大财 他也要找人啊 找人之中的话 那个不是说找了啊 捡到栏里就是菜 那个啊 就是这个解放军也没有那么楼 对不对 嗯 你总是有七八个人问过了 然后来了之后 他也要东挑西捷 对不对 被挑剩下的人一定会去爆料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整个东西都很离奇 对不对 第一给的价码高到啊 因为这种短假说你短期有三个月 每个月给2万美金 这是可能 但是以年薪而论 你只要想到去比 而且你去跟那个比啊 真的要卖老命啊 在那个什么东西伊拉克阿富汗 不是有那个私人保鲜公司 什么Blackwater这些 你去问问他那个薪水 那个是要老命的事情 你想想看他都没有用年薪 所以他今天用这个年薪来计 基本上是民航驾驶的做法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今天要光讲这个 我觉得说 当然也有人当时在讲说 英国的那个报道 刚刚出来的时候 英镑是个零头 嗯 说那个美金啊 27万是一个整数 哪有说 今天请英国的飞行员 给的薪水是个零头 是 我觉得有零有整的给你付工具 因为在国际的这些啊 雇用人高阶人力的市场 基本上都是以美金计价 所以美金的年薪是个整数 英镑是个零头 经过汇率转载 这个是合理的 是 因为有很多网友是这样讨论 现在传的更离谱了 甚至说谍中谍 然后甚至是有英国政府 要派这些人去了解解解放军的运作方式 谍中谍我是觉得前面吹过头了 现在要往回脚一点 不是要往往住颜面 因为前面的那个报道 让他觉得就是这些啊 就英国这西方退伍的军人 无论英国加拿 因为加拿大 法国的报道也只能加拿大有 就好像这西方的飞行员 各个都唯利是出 这个是很伤绵面的事 所以后来又讲说这些人 这个好工在这个英国 然后都在演那个James Bond 还在那边做叠对叠 那个情节啊 我就讲这个谎话不能讲 一个谎话跌一个谎话 那个情节越编越离谱了 对不对 难道人家最重要是 中国大陆的空军了 解放军空军或者海航 人家不是今天携手上路 人家有实战的经验了 在越战的期间 也有这样开过战的经验 也有打下过飞机的经验 对不对 人家也是慢慢慢慢这样 一路这样走来 虽然希望 所以我今天要讲 说你今天说他去那边泄密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对不对 去那边就要被吸收泄密 说是去那边协助训练 你就技术的条件就任何而言都不可能 所以我就整体说来 我觉得这个三个地方的来源的报道 英国的 法国的 澳洲的 这样的报道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仔细再去看看 英国又出来这么一个 而且那还是一个小报 对 Daily Express 是一个小报 这个小报出来 你总觉得好像这个 就是说这个报纸的权威 报道的权威性 档次越来越低 你就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那个好像 就好像是那种 名不见经传的小报 来挽回颜面 好像这些人还去吸收 我是觉得 就是说 整个编这个故事 基本上来讲都在描绘 这个基本上西方 对于这个 就是中国大陆世界的对立 都有人好事在那边加温 但是这个同时从很多不同的媒体报道 然后编出这些故事相互呼吁 可是整个情节真的是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特别是 我认为 我认为打出这种 打出这种薪水的招牌 我不知道是会让人更羡慕呢 还是在那边打坏行情 然后基本上讲说打坏行情 对不对 我认为他背后的这个 就是说事后啊 就是说产生的弊病啊 就是很多中东国家 其实都有在啊 请西方的飞行员在那边协助训练 对不对 他们给的薪水 大家都知道中东国家很有钱 假如人比人气死人 你知道吗 这个他们一定会要求加薪吧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推断 对啊 所以你今天做这些东西 这么穷缴获 到了最后是打坏行情的做法 嗯 谢谢 我想今天啊 就是说路律序这样谈的这些 每次啊 这个跟吴老师在那边对话 都觉得有很有意思 这个可惜啊 我们这个时间不时间 就是一个钟头 是 我们假如还有什么 欢迎啊 大家所有联友在底下贴了 跟我们讲 我们想办法尽量去 就是说满足大家 然后去做分析嘛 是 以后可以大家点菜的时候 我们专门有一个小小的时段 如果能劈开的话 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非常感谢张宁老师 今天非常精彩的一些分析啊 好了 也非常感谢大家 对于敬业金之处 又一期的关注 记得一定要给我们点赞 记得一定要 关注我们的频道 同时一定要多多的转发 让更多的人 来分享不同的观点 给我们留言啊 每一条评论 我们都会认真的来进行当看待 希望你能够喜欢这一个节目 也再一次的感谢到我们的张晋老师 那我们在下周五的时候 同一时间 周五的中午啊 这个新西兰的时间 跟大家在空中不见不散了 拜拜 谢谢张晋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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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